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通过刚才这项分析呢 我们大体知道了整个NTP通讯的流程 然后呢也知道了一些细节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在进行通讯的时候呢 你的前端跟后端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分析完了 细节问题分析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最终要从这个细节当中 才摘出来的一点就是关于这个Web框架的这一部分 关于Web框架呢一定要知道的就是说 它实际上实现起来的就是实现路由跟市值函数 一定要清楚只要完成这两部分 我们说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框架了 然后呢咱们再来往下去说 那知道这一点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聊一下框架的轻重问题了 这个框架的轻重就是从刚才的一个框架的核心的这一点来谈起来的 我们来去说框架的轻重怎么去说呢 框架的如果说重量级的框架的话 那它就相当于在实现了框架最本质的核心内容之外 还给你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工具组件 那我们就说这样的框架呢 它就是重量级的框架 而如果说实现的很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轻重量级框架 那我们在上一个项目当中所去学过的一个Jungle来说 它就是一个重量级的框架 你去想一下在Jungle当中 除了给你实现路由 除了实现视图之外 为了你操作数据库给你提出了一个OM 为了你操作页面渲染给你提出了模板 然后呢为了你再去维护数据库的方便 还实际上是不是有那个耳朵面的模型啊 对吧 所有这些工具呢 都是Jungle为了你的方便来给你开发出来的 所以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Jungle呢 就叫做重量级的框架 那在使用重量级的框架的时候呢 就相当于是说 它开发起来的话会比较方便 你的工具呢 拿过来直接就能够去用 然后呢再来看一眼 那轻量级的框架呢 轻量级的框架的话 它仅仅就实现了最核心的路由跟视图功能 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框架程序呢 就没有再给你做别的工作了 你比如说像Flux 像Flux当中在操作数据库的时候呢 它本身框架的设计人员 根本就没有去提供OM这样的模型的映射 也就意味着说你要操作数据库 那你自己去解决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然后呢你要想维护数据库里面的数据的话 它也没有你对应的admin的后台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在进行对比的时候 你就要清楚的知道 有充量级的重量 有轻量级的框架 还有重量级的框架 它们所的最应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在于对应于你开发的时候 所去提供的这样的组件工具 它的丰富的两种 那在真正去使用的时候 如何去选择呢 如果说你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要求是快速开发 然后呢不去考虑到日后的这样的一个扩展问题 而仅仅是当前帮我把对应的需求给实现出来 那你这时候呢在选择框架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选择像Jungle这样的框架 很快的利用Target提供的文章工具呢 你就能够把整个网站搭起来 如果说你在去进行设计的时候呢 考虑到你日后扩展的问题了 你相当于我在去选择框架的时候呢 如果选择Jungle 那Jungle里面所对应的各种组件 你比如说OM 你比如说它的模板 还有它对应的我的命后台 整个的这些工作都离不开Jungle里面的 那个OM的模型核心 所以相当于Jungle里面的各种组件 之间的依赖关系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偶合关系 它是相当紧密的 你想觉得哪个部分的工具不太合适 我想换 那你一换的话都要整个都得动 所以呢动起来就不太方便了 而你这时候去选择轻量级的框架的话 就比较方便了 因为它里面没有给你自作主张的 去给你提供任何工具 你日后想要去引入什么新的工具 你就直接把新的工具拿过来 然后呢跟我的这样的一个框架 进行一下适配 你就接进来了 日后我想改也很改方便 所以就相当于 对应于你如果不是想要进行 这样的快速开发 而是说考虑到日后的这样的扩展 而且对应于我日后使用的相关的技术 也现在决定不了的话 那你这时候呢就可以选择轻量级的框架 然后呢对应的就是自由灵活 你什么时候想要引入到哪个工具 来进行使用 你直接去选择相关的工具 引入进来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框架 然后这个东西说完成之后的话 我们再来来去认识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去说的flask flask就是一个轻量级的框架 那除了flask之外的话 还有一些轻量级框架 比如说Toolittle也是一个轻量级 那在python当中的话 除了Toolittle 还有相对应的这个vibe py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轻量级的框架 就相当于是在tython当中 有好多的框架 而使用的最多的就是jungle跟flask jungle是一个重量级的 flask是一个轻量级的 这是我们要明确的这样一点 然后呢紧接下来 咱们就来去了解一下关于flask flask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根据它的这个理解呢 实际上在给大家这样的一个 网页的这个课件当中也是有的 我们来去看一眼 在这个当中我们去了解一下flask 那flask这个框架呢 实际上它是在2010年呢 由另外的一个人 他开发出来的 他并且把它给开源了 然后呢我们再来去说一下 那他在去实现这个flask框架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说flask特别轻轻到什么程度呢 连flask里面最核心的那个内容 这个刚才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过的 里面的这个路由解析 都不是由flask自己完成的 而是说他拿了别人的工具 拿了一个现成的工具包来去实现的 那这个工具包是谁呢 flask在这个框架的话 它依赖于这个waxer 依赖于这个东西 waxer呢实际上是一个 Python写出来的 遵循Visory协议级的 那么一个工具的集合 然后呢我们把它叫做工具箱的一个原因 就在于它没有一个整体框架的概念 它里面就去实现了 你的路由怎么定义 你的请求之后 我怎么给你转换成一个类 你的响应 我又怎么用一个类给你进行定义 然后呢你的路由 我又怎么给你解析 它是实现了这样的零散工具 而flask的话 就是利用了这个工具集 然后呢 把它形成了一个框架的概念 这是关于这样的 所以你要清楚 flask的话 它离不开waxer 而waxer又不是它本身 官方开发出来的 而是另外一个去开发出来的 接下来我们带来看一下 那flask的话 除了这一点之外 它实现了合音功能之外 我们说它虽然没有去提供 这样的数据普通抽象 但是呢 它却提供了模板的支持 但是你要知道 模板的这个支持的话 也是由flask团队提出来 但是呢 它不仅仅局限于flask这样框架 你完全可以把那个 模板的那个部分呢 给它提出来 所以我们说了 通常情况下 你可以把那个模板 不理解为是flask里面绑定的 那那个模板是哪个模板呢 模板就是进阶座了 是这样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的话 你完全可以把它拿出来 这个模板的话 你可以放到你的jungle里面 去进行使用 都是没有问题的 jungle里面那个框架 你是可以把它的模板 给你换掉的 你是可以换成 别的模板语言的 这是关于这点 一定要清楚的 所以我们就说 flask的框架呢 它最核心呢 是由waxer跟进阶座 而进阶座呢 又是一个独立的东西 所以呢 真正flask的核心的话 就是waxer 也就是说 它去依赖waxer 去实现路由解析 跟定义的试图 这是关于这样的一点 然后呢 那接下来 我们来再来去看一眼 明白了这样的一个flask之后 咱们再来去跟jungle 进行一下对比 刚才呢 我们已经跟jungle 进行过初复对比 就说了 jungle里面有的东西 而flask没有的 像jungle里面有的 你的jungle 一上来 你再去想 构建整个工程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执行了 一条命令 jungle 我的mainstart project 对吧 然后就把整个工程 搭起来了 对吧 就相当于你整个工程里面的 各种目录的层级 都是由别人帮你去决定的 在flask 没有 flask根本就没有 这样的维护的命令 也就是说 你在写程序的时候 整个工程目录 怎么搭 你自己去决定 然后 还有相对于的jungle 里面是吧 一个manager.py 你对应一个数据库的 这样的迁移操作 还有对应的启动命令 还有那个shell的工具 通通的都是可以通过 这个manager 启动出来的 但是flask里面也没有 还有在对应的om 我们说过的是 数据库的抽象层 还有admin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个缓存的机制 包括文件存储的一个系统 文件存储这个系统 我们总是说呢 就相当于你在jungle里面 你定义数据库模型的时候 实际上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image fail的字段 对吧 你给某个模型的字段当中 建立一个image fail的话 然后呢 你在你的这个admin里面 去点击那个按钮 提交一张图片的时候 它自己是不是就相当于 帮你保存到jungle 所运的目录里面去了 对吧 这是我们所说的jungle里面 把它叫做文件存储系统 而在这个flask里面 也是没有的 还有像jungle里面 实际上除了大家之前 所去了解过的东西 那jungle里面 那个东西特别庞杂 除了我们知道的工具之外呢 还有好多好多的这样的工具 所以呢 这是我们所说的 jungle是提供的 而flask里面 通通的都没有 这些都没有 那flask没有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 如果要想进行使用的话 怎么去做呢 它可以去采取 扩展包的这样一个方式 采取扩展包的方式 给你后骨充来进行操作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为什么说这两个框架 有这么样的鲜明对比呢 就原因在于 实现框架的时候的 这个设计人员 它的思想是不一样的 在设计jungle的时候的 那个框架的设计人员 他想的工具就说 我给你做的快速开发 越快越好 相当于越自动化越好 你以最少的代码量 就能够搭建出来 其实它的设计思想 而对于flask 它的官方人员 在设计它的思想的时候 它怎么考虑出来的呢 你日后想用到什么样的工具 我决定不了 而且呢 我理应也不能帮你去决定 那是你的自由 我不能帮你去做 我仅给你提供 你必须的 离不开的功能 除此之外 你要用到什么工具 你自己来去做决定 所以呢 其他的那些功能 flask都是以这种 扩板包的方式 通过扩展组件的方式 给你来提供出来的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想要去 操作数据库的话 怎么办 没有问题 有一个扩展 就叫做 Circle Alchemy 然后呢 这个Circle Alchemy 它本身是一个 独立的数据库的 OIM出向层 然后呢 你可以把它拿过来 放到flask当中 进行使用 然后呢 如果你想再去 使用数据库的时候呢 也想达到 跟张国里面那样的 通过一个脚本 就能够把模型类 给你放到 数据库当中的话 没问题 你也可以通过 这个migrate 这样的扩展 来进行实现 然后呢 你向张国里面 去进行的 发送邮件 我在这里面 也可以通过 Mail来扩展 然后呢 这里面还有一个WTF 还可以给你去实现 一个表单的抽象层 然后呢 还要通过这样的 脚本命令 关于登录的状态 然后呢 还有restful restful这个风格的话 我们在这个项目阶段呢 会给大家去提这个东西 还有一个 就是关于 这个前端的一个样式 以及这个本地的 时间化的这处理 通通的 你想用到什么工具呢 都是可以通过扩展包 来进行实现的 这是我们跟大家 去说过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这个问题 说完之后了 我们来看一眼 我们在这个课件当中呢 给大家去提供了 关于它的一个 中文文档 还有一个英文的 这样的一个文档 那当前的话 plus里面最新的版本呢 已经演进到了 0.12点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最新的版本呢 已经演进到了 0.12点几 已经演进到了 0.12点几 那只是说 这是最新的 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 我们现在去使用的话 咱们选用哪个版本呢 0.10点几的 这样的一个版本 这是使用的一个 比较主流的这样的版本 我们去选用它 然后呢 关于这个文档的话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 有中文的 跟这样的一个英文的文档 然后呢 说到这个文档的话 还是希望大家 跟大家去提一下 无论你之后怎么去做 无论你之前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然后呢 你既然进了计算机这一行 你的英语 就一定不要去放下 原因在于哪 原因在于 你的中文文档 始终是有滞后性的 你作为IT这一行 你就要紧紧地 站在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前沿 所以呢 技术前沿的话 都是英文的文档 一定要去练习 阅读你的英文文档能力 这点是一定不要放下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去看一下 然后呢 咱们在去使用的这个 flask的时候呢 我们还要去切换到 python2的这样的版本当中 原因就在于这个0.10的版本 还有0.11的版本的话 flask官方对于python的3的版本支持 还不是很好 所以呢 还是在使用flask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去使用python2的 这样的一个版本 这跟之前的张狗不太一样 之前大家就说张狗的话 包括在前面学习的时候 是不是始终都是使用了 这个python3呀 对吧 虽然始终始终都是python3 但是在整个工作当中的话 python2呢 还是占据了一个 很主要的一个地位 所以呢 我们还是在这个当中呢 去使用python2 这是关于这样一年 谢谢大家